这次故事需要从小火那次放假开始,那时刚放暑假,小火觉得自己回老家不好玩,就特意邀请自己最好的两位朋友一起去自己的老家玩。 自吹老家有很美很好玩的地方,两位朋友听后也觉得不错,反正放假了,不是整天在家里,就还是在家里,每年都一个样。 当刚走进小火的老家后,发现并没有那么好,可来了也不好说回去,又没有往,就将就几天吧。 在第二天的晚上,小火跟朋友说,要不今晚吃完饭后,我们去后山吧,反正夏天,天暗的晚,那里有个瀑布水很清凉,都能看见水底,还有很多鱼呢? 两位朋友一听,立马同意了,以后小火带着朋友,纷纷,眼镜就上山了,小火带着朋友,走进道,没走多久,就到了瀑布那了。 朋友看着刚进急了,立马下水完,一旦是游,就是太小了,这里的水道不深,就像膝盖,但这里的水冷的刺骨,在玩的时候,时间过得很快,天也暗下来了,随后就开始返回,可在这时,来时的小鹿怎么找也没找到路,小火也觉得奇怪,这不科学啊,天一点点的进入黑暗,他们也不管了, 就往主盗走回去,远是远了,没办法啊,突然听见有人多人,打着火把走来,他们觉得是村里人来找他们,眼镜大声的叫道,我们在这里,我们在这里,可在这时,小火觉得不对,就算村里人来找我们之前,要叫名字啊,每个人都没叫,只是一直走,小火马上叫眼镜,不要叫了, 他觉得这些人有些古怪,但他们的速度也不慢,很快就来到了他们的位置,小火迅速叫上朋友,快,快藏进草丛里,不要出声,这些人,我觉得不对劲 之后他们在草丛里,之后他们在草丛里,看着这些人,经过他们身边,眼睛看得清清楚楚的,这,这,这些都不是人,吓得眼镜当时还一直叫他们,随后等了十几二十分钟后,他们完全看不到火光后,飞快的一直不信心跑回了家 好了,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,制作不易,如果喜欢,点个赞支持,谢谢